任牙和皮革战斗的事很快传到了搞红颜那边 搞红颜邀请任牙到医院做检查 搞红颜拿到报告后 急忙通知了脑科医生早目 早目很茫然 自己忙着约会呢 有什么事比女人约会还重要呢 可是等他看到鬼脑片子的时候 听到话都说不出来了 人的大脑怎么可能长成魔鬼的样子 搞红颜告诉他 这就是18岁的日本男人 范马任牙的脑 脑科学者早目炎一郎 是文明的脑科学者 但眼前这个片子 呈现出的东西已经颠覆了场里 搞红颜认为 这脑根本不能和寻常的脑相比 这完全就是个恶魔 他很好奇 脑的褶皱形状和人的个性 真的是无关的吗 对此早目只是感叹 大脑的东西真的太神奇了 还相信这个脑的主人 真的认同恶魔一般 搞红颜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毕竟任牙就是这样的恶魔呀 当晚一个静谧和解的公园内 突然窜出了成千上万只老鼠 吓回了路人 而他们四处逃走的原因是 反马任牙本人从旁边经过了 这说明任牙的鬼脑 已经到了非常可怕的状态了 即使无一时间 你能对周遇的生物 造成巨大的影响 虽然小阿里的事已经过去了 但烧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老是做梦的回想起 他那天哭成狗的样子 虽然他那时候被任牙打爆 任何风采都没了 但烧将觉得他的状态刚刚好 当时烧将紧紧抱住了 失魂落魄的小阿里 裙子都被他的汗水和泪水弄湿透了 小阿里感慨 你要是我女朋友该多好啊 烧将觉得自己对他只是出于爱 不是爱情 只是爱而已 小阿里猜想 烧将会这样是因为任牙 小阿里泄过烧将 并抹着眼泪走了 他不仅失去了比赛胜利 而且还失去了爱情 但自己想想 自己人失恋的不算 因为贩卖任牙 从一开始就没搭理他 才能成为失败者的资格都没有 第二天 烧将走出房门 一眼就看到了 眼睛跟他做同样动作的任牙 两个人打打打闹闹解除了误会 然后手劝手势上学了 这天任牙回去的时候 被小混混欺负了 混混以为自己已经拿捏了任牙 要他把钱包交出来 一旁的混混觉得直接两刀比较好 可刀子一出来 任牙就翻脸了 他头发飞扬 像是马上就要发飙了 一直在岛上的混混觉得出大问题了 就在这时 利古川来了 利古川告诉混混 但凡他再晚来一秒 他们就会死得透透的 来问混见识到任牙的气势 把腿就逃 任牙和利古川走进茶餐厅去酒 利古川上来就问 地上最大石上最强的最后父子大战 应该就快开始了吧 任牙淡定的喝了一口茶 说道 那只是场父子打架而已了 利古川说 为夫人报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任牙便开始回忆 五年前那场战斗 他不断地反问自己 是真的憎恨犯马永次郎吗 换句话说 杀了犯马永次郎 真的能为母亲 主则江珠报仇吗 从英国来看 如果永次郎没有出手 江珠就不会死 但任牙认为 江珠只是把他当作永次郎的儿子看 此的目标是把他翻养成斗士中的精英 然后利用他 找到犯马永次郎的爱 他只不过是江珠做的爱的工具而已 吵的是任牙也可求爱 在问过江珠 如果他答备了永次郎 能不能给他母爱 任牙记得 永次郎最后抱住江珠的时候 江珠哭了 而他认为那是圆满的眼泪 是他人生终于圆满了的喜悦 他不是死于母爱 而是死于恋爱 他是殉情 利古川提前任牙 被圆满的只是你母亲的人生 为了满足母亲 满足父亲的人生 那不是属于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倒是在哪里 任牙沉思了一会儿 说自己听到了 江珠的最后关头 抽永次郎出手 并推他跑响 江珠说这句话的样子 一个声音永远刻在任牙心里 任牙热了银狂 那是他听过最好的声音 有那句话就已经很足够了 利古川这才明白 原任牙是为了母亲才想要变强 于是他向任牙道歉 可任牙同样找到地下的头 任牙明白 自己想要击败父亲的宿命 就是为了报答母亲的温柔 并不是为了复仇 这日 反马尤次郎来到了亚利桑那州监狱 找到了奥里巴 奥里巴脱下衣服着没开打 听说你儿子和你古代人交手了 你怎么看 永次郎十分不屑 一个天生的弱者 逼着纯粹的强者 让他使出了格斗技这种武器 所以应该是弱者的胜利 但那是不纯的 奥里巴踮脚助力 弹跳的永次郎面前挥拳 然而比起永次郎 他还于是满了一步 正连重拳的奥里巴 被强大的力道 推到了几米开外 撞到了一大瓶输甲 最后两个人绝对拼力量 最后头部海拔更高的人就在胜利 永次郎虽然手握着拳头 但在强力挤压下 拳头被撕裂了 两个人食指相扣 紧紧地握着 但永次郎的手指同穿拳头后 几乎是一瞬间就分出了高低 那个总理大臣波斗山 朝德川深深的口白 跟他打招呼 德川用父子大战这事求他 还问他 要先用力烦恼更运的重担 需要几公斤呢 波斗山还没听明白 德川直接点道 你是外号人吗 我当然是在说钱呢 不是圆 是以公斤来算的 我准备了300公斤 也就超过30亿元 你用卡车载过去吧 两个人商量好后 波斗山的文化厅和大家吹水 波斗山很不理解 这是老子和儿子 普通的负责打架 为什么要上升的国家层面 在自家后院还不能解决吗 国防大臣告诉他 不要小看了犯蛮游次郎 那个男人只能用强大来形容 他在万里无人可击 波斗山很不理解 要是权力和财力打 会议还能对付一些 日本可是法治国家 他犯法了 别等着法律制裁嘛 就算他的万里再这么强 一旦警察出动了 也会结束的吧 国防大臣解释 曾有总理在任时 在官邸受得过犯蛮游次郎的袭击 军队在这个男人面前不堪一击 其实想证明 永次郎的强大只需要一件事 美国对贩卖永次郎 一人达成了友好条约 这个消息让总理大臣脑袋炸裂 希望是用强硬手段的美国 军人都向这个男人低头 干事长大泽给总理大臣 看了自己收藏的贩卖永次郎的录像 并说他不像是恶魔 他本来就是恶魔 可想而知 永次郎到底是多厉害的人物 波斗山问不能想办法干掉吗 比如用狙击 用远处的来副枪 那是不可能的 怎么说也是个美国地界的 友好条约的人 不带好美国为敌吧 波斗山疑问 那美国人应该也能拘地永次郎吧 干事长提醒道 饭马永次郎是现今世上最强烈的兵器 有哪个国家会狙击他 拉拢他在这英国大国的唯一犯法 另一边说他来教育士兵们 在战场上要想方设法完成任务保持性命 说他来教士文们上来试炼 他们全都不是他的对手 三两下就倒了 然而他即将面对的是 地表最强的男人 返马永次郎 为了对付这位好友 他准备了许多惊蛤的武器 断做了更锋利的工具 甚至把炸药粉末存在身上 全服务装后 他出发了 返马永次郎从对使徒来说 如果你想维持和我的关系 就要一年一次向我挑战 有什么本事就通通拿出来吧 一定要决意干掉我 听到永次郎使徒来开始放狠话 听听到这些话 永次郎拯救的好像 这样使徒来有些丧气 还没开始就被他泼了冷水 他垂着头 突然永次郎睡到他面前 猛踢一脚 踹飞了他的头盔 少后他听到了更清晰的裂缝声 几乎一瞬间 全身的铠甲都未剥落 露出了他脆弱的身板 他引以为傲的全服武装 悉数被毁坏 只被永次郎踢了一下 像是被锋利的激光切开了一样 这下使徒来真正的放弃了对抗 使徒来一边说 一边抬起手 对中锤打 藏有火药粉末的拳套 一碰撞就发生了爆炸 和恶魔战斗 就算没有抓到打出拳头的勇气 也要有自回的底气 这就是他能和永次郎骄傲的原因 晚上 人家没有回烧家那边过夜 而是在公厕一样的小屋里练习 他用鬼脑想象出贩蛮永次郎 永次郎刹那间荡到他面前 然后摆出双臂扑了过来 这个男人如同暴风一样吹来 直接将人家的头发吹到树里 人家立马摆臂挥击 两股势力对撞 瞬间迸发出了撼动山河的力量 人家的小屋受到这股力量的冲击 开始不停的摇晃 如同地震一般的晃动 从人家的小屋蔓延到更远的地区 尽管这是地震的频发地带 但是毫无预警的地震 让大家措手不及 原本熟悉的武藏也被吓尿了 而人家本人已经硬生深地 被幻影揍到了墙上 砸出一个具体的坑 对这次战斗的结果 他说不上不满意 只是他清楚地知道 反马永次郎的实力 原在他想象的这个幻影之上 隔天 永次郎来到德川家 问他有没有好好做体检 德川好奇 永次郎怎么可能会说出 这么有人心的话来 他实际地问了一句 你是永次郎吗 你刚刚在关心我的健康吗 你对自己的小孩 国家权力 甚至连军队都一视同仁 就算是因人和军队也不放过 永次郎 你也老混了头嘛 居然会这么温柔 堂堂反马永次郎 怎么可能这么温柔 激动不已的德川 刚中永次郎好玩 结果自己就借链 吐出几个老血扑倒在地 而反马永次郎 只是冷静地站起身 说了一句 都想你不要再说了 永次郎因为精于战斗 现在获得了一种特殊能力 对于进入事业中的任何人 他都能立即分辨出去弱点 包括但不限于 癌症和蛛压等 总之他能看穿一切病症 而且这些弱点他一个都没有 这才是地表最强男人的风范 同一时间 住着家居的利海王 来到一家拳击馆 向教练同意他入门 教练不想说他这样 只有一条腿的选手 但利海王不断的纠缠 教练只好将利海王进门 想看看他打沙袋是啥样 利海王猛力发弓 一拳揍出去 刹那间 沙包中的填充物漫天喷油 个人激案的是 圈头落下那个地方 竟然是完毫无损的 大家都吓懵了 这么牛掰 还需要在这儿入门吗 第二天 全机关聚集了一大堆记者 因为东洋太平洋 超重量级冠军 麻人赵夫在这里 他是比赛术和生涯 回合术一样的男人 是这里的神 听说利海王一拳干爆了沙袋 他心头一百万个不相信 必然去挥一挥利海王 但利海王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麻人赵夫太弱了 还不过让他使出全力 麻人坚决要比 利海王只好奉陪 他一脚后登 靠着往前的冲力 将身体送到擂台之上 利海王认为 只要用到拳 拳击也是拳法 而且还是不完美的拳法 所以不用他得意的踢技 他也能用拳法 打包这个傲慢的冠军 利海王说完就摆开双腿 露出了打拳的架势 他旋腿回身 旋动腰部 避开了麻人打过来的支拳 而且直接揍到他的脸上 积极污名的拳击新手 竟然一拳放倒了世界冠军 麻人招呼过了很久的清醒过来 但感慨 利海王实在太快了 快得根本反应不过来 此时利海王还在边上战装 将来训斥他没有好好训练 要学拳击 就要认真的练习拳击 利海王反问 那为什么正统的拳击会被我打倒呢 如果你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那就让我见识一下 能获对抗的拳击手吧 麻人看见利海王 这话说出来 就是以全世界的拳击手为敌了 但利海王不在乎 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么想的 这天 任牙来到神星会和克斯续求 克斯还在和空塑料袋战斗 他凌空弹起 追随塑料袋再是出一脚 顺势抽出手边 一直将轻易的塑料袋 冲到了十几米开位的地方 任牙笑了一笑 羊球手边将袋子打了回去 任牙从地面一步步爬上了酒楼 就是为了找克斯说话 没想到一段时间不见 克斯已经适应了断臂 而且有了新的流派 克斯说起犯马夫子大战 任牙觉得 自己跟勇次郎之间 就算知道了为什么要打 也打不出他们本就要大战一场的宿命 因为是负于此 生来就注定了 任牙顺发一脚 仅凭踢击向上的冲进 就把轻易的袋子劈成两半 克斯惊呆了 任牙这功力真不赖呀 听说利海王去打拳击了 任牙十分不解 好好的武术大师 干嘛当拳击手啊 克斯却说 利海王还是利海王 他不会用拳击术 而是要用中国武术一路打上去 任牙好奇 利海王要玩多久 克斯也不清楚 但他相信利海王会打拳击 直到他输掉为止 第二天 教练让利海王戴上拳套 他要如他所愿让他见识到 能让他使出全力的拳击手 这位教练的口中 货真价值的重量级拳击手 名叫吉利 他曾是一名军人 觉得收场赛事外 其他拳是击倒获胜 教练相信 这个牛人能让利海王吃点苦头 但利海王不信邪 连头盔都不想用 而教练却说 自己是为了他好 不然他可能会死在擂台上 被教练嘱咐不能死的利海王 有点懵圈 这个对手 真的值得他做好死的觉悟吗 吉利拔脚转身 以群护身 在完全侧身之时 仅是酷不一脉 就来到利海王的身前 并高速突击一拳 直奔利海王的脑袋而去 利海王摆一臂抵挡 就被他那快准狠的冲击 推了出去 被推到围绳上 回走的利海王承认 这真的是个好对手 但是这还不够啊 吉利滑步转身 再次发挥自己的手上 和反应怪的优势 冲利海王挥出一拳 而利海王在去脚踢击后仰 就在后仰后弹身 他却让自己的脑袋顶出去 直接对省了吉利刺来的拳头 头锤与拳头的比拼 竟然是前者更神一筹 两者对碰发出脆响 乍一看 吉利选手的拳套都已经被砸扁了 在遇到利海王的头锤之后 他的手指折断了几根 而利海王却没有要停的一次 吉利也没有喊停 利海王探出左拳 抬高右手摆好了继续攻击的姿势 直接地慢慢喊 三 二 一 利海王一边倒手一边前进 吉利紧张地撤手缩着臂膀 用拳头挡住了半变脸 就留下一只眼睛偷瞄 利海王出手了 他攻击的目标不是要害 而是在前头防御上的腕骨 他要的就是个吉利硬碰硬 利海王一拳出手 只一击就打断了吉利的手臂 听着清碎骨头断裂的声音 就知道吉利被打得有多痛了 利海王几次都完胜 自然有了名气 这棒金牌经纪人凯撒找上门来了 凯撒是世界紧名人 他一出场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凯撒希望利海王能向他展示一下 利海王转身找了一只最大好的拳头 接着他打出一拳 顺法而出的冲击波横扫一片 凭空击的凯撒在身上 他竟然凭空一拳把后视的拳头打穿了 看到他捅出拳头的拳头 除了漂亮凯撒已经找不到形容了 这短促干脆的爆发力不就是寸进吗 不过这拳凶永春拳也新手拈来 但利海王就觉得自己狠逊 要不是怂了 也不会选择又老又旧的打拳套 其他拳击手都看呆了 在他们的认知里拳头是不会破的 而利海王心想 算了今天就离开拳击界吧 实在他也丢人了 凯撒觉得他牛逼坏了 这个人就应该去更大的舞台战斗 那种地方又有钱又有名 你真的不想去吗 利海王对钱和民不太感兴趣 但凯撒听说 那个舞台有让他想逃的怪物对手时 利海王脸色马上变了 就这样 利海王命运的齿轮在凯撒这里再次转动了 最终利海王和教练在凯撒的带领下 坐上了前往拉斯维加斯的飞机 教练没想明白 你们去享受荣华富哥逛我什么事啊 拉斯维加斯富丽堂皇 到处都是精神的味道 但利海王不喜欢这里 他觉得这里不够真实 到处都是人造的假货 凯撒就挑撕地说 有很多三流货子以自身真品 甚至还扬名利万 利海王知道他在讽刺 便坦然地承认了 中国功夫里也有数量惊人的冒牌货 粗糙的武术流畅后世确实没有意义 凯撒没有搭理他 管他那些呢 夹的街道又如何 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 利海王寻思 这个喝下去的话就会上不了泪台了 而凯撒就相当放松 没事的喝吧 到时候让我再见识一下罪权 这边 永次郎和这的好朋友 时特来一起吃饭的时候 时特来告诉永次郎 任牙想见他 永次郎顿时写出煞气 愤怒地弄弯了刀叉 当他从任牙那儿听说的时候 也很震惊 但任牙似乎是认真的 前段时间 全是对炸烂的时特来 去找任牙喝茶的时候 任牙说 他会跟永次郎好好吃顿饭 时特来就反复阻止他 任牙追问 父子之间好好吃顿饭 很奇怪吗 时特来劝任牙三思 反马父子一起吃饭 这画面根本没法想象 可任牙就想和永次郎 像普通父子一样 吃着饭聊聊家常 任牙越想越憧憬 仿佛他在眼前 已经出现了 何家欢的场景了 虽然父子俩说着说着会吵起来 但总归是让人羡慕的父子听 而他什么都没有 时特来人无可人 觉得不要白日做梦 这世上根本没有那样的 犯马永次郎 因为女人父子 实在太过强大了 任牙装眉听见 站起来说 时特来把那天和任牙的谈话 覆设了一遍 永次郎强忍的怒气 黑着脸听完 竟然敢叫我煮饭 永次郎气势汹汹的外面 在此想了一想 煮饭嘛 好像也不是不行啊 当晚奥管海来到日本 上单父子大战的事 但大家都不理解 只是父子打架 让他们打不就行了 奥管海还让他们 听着这个微信的想法 他从内带里掏出一个瓶子 这是师坦 真正的说是师坦粉 那天他要求永次郎 给他捏钻石 这一瓶就是结果 奥管还反复强调 这是永次郎 找着的话做的 他想证明 自己是美国总统 强调的能让永次郎臣服 然而在德洋洋 曲解事实的时候 永次郎冷不停笑去了声 最后质问道 你还有其他要求吗 总统 高兴起来的大块头保镖们 已经被永次郎 打得屁滚尿流 失去意识了 日本高增和奥管海 都紧张地往后退 永次郎不是偷偷潜入进来的 而是打败保镖之后 光明正大走进来的 永次郎单手捏着玻璃瓶 将其捏成粉末 赵管海的手上画了个狮子架 他要求奥管海 重新对神巡视 奥管海不敢造次 只好照做 誓言里有一条 会尊重您 对您的一切生活的 不会侵害 永次郎想说的就是这个 他希望这些高层 不要不识好歹 插手他们父子打架 否则下场会很惨的哟 为了和泛马 永次郎的负责大战 任牙做了很多准备 这一天在茅厕小屋里 刚结束了战斗的任牙 正有气无力地躺在地盘上 遍地多少汗水 连空气都充满了水蒸气 刚才他又开鬼脑 跟想象中的泛马永次郎 战斗了一回 结果就是他到这儿起不来了 休息之后 任牙开始做饭 切菜煮汤 看起来非常丰盛 任牙一口接着一口地吃着 吃饱喝醋的时候 他绝对不对劲 汤有点咸了 为什么会很咸呢 因为做这些的 认识父亲泛马永次郎啊 任牙就像产生了幻觉一样 看到了摆着一张臭脸的永次郎 永次郎气得掀起桌子 一旁的任牙被他连带里 拎起来打转 任牙双手撑地 跨出一脚单脚踏地 让自己四平八稳地落下 如果泛马永次郎 真的会给他做饭 或者打架可能就这样开始了 看到了吗 这就是东想西想产生幻想 任牙寻死 这种随处可见的负责战斗 普通人家应该很寻常吧 担心我不如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烧将虽然嘴上说好 但没有立马搬过来 只有任牙独自在家中的地下室练习 可能诡异的鬼脑正在高速运转 还利用鬼脑让身体液化 放空自己把气肉融化掉 变得更轻盈 就像曾经与奥利巴战斗士一样 这时任牙注意到边上的大蟑螂 这是他的师父 任牙认为蟑螂的存在却像奇迹 因为他能以最高速的冲刺 所以能不加速 也可以瞬间暴动的最高速度 如果他跟人类一样大小 那他最高可达时速270公里 相当于心肝性的速度 如果人类以这个速度起跑 就只能被心肝性顶在后面加速 跟死没什么区别 因为那是肌肉纤维到达不了的次元 张蓝的身体里不是肌肉 也不是纤维 而是乳白色的液体 也就是说 只趁着时速270公里出速度的 不是强准的肌肉纤维 而是液体 所以他在执着于让自己全身液体化 任牙继续发挥想象力 身体开始扭曲变形 像是融化的冰雕 最终变成了一滩水 在成功的瞬间 任牙踏足前冲 整个过程快地出现了残影 在冲着的速度过于迅速 身上的汗水没了在其根上 而停留在了原地 等任牙收拾 那些汗水像是反应过来一样 快速地往下滴落 成了货真价实的汗如雨下 任牙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从不上门的永次郎进来来了 任牙手忙脚乱 敢问为他准备咖啡 一回头老夫妻已经坐下了 任牙心里很慌 那面还是很淡定 永次郎居然是来讨债的一样 一言不发地端起咖啡就喝 你希望的父子关系就是这样吗 任牙感觉见鬼了 眼前这么温柔的人 真的是永次郎吗 永次郎问 面对你的父亲 你会感觉害怕吗 老实说 任牙每分每秒都在害怕 不仅害怕 而且还有憎恨 任牙却说 我们是父子 不可能比赛 顶多是日常小事隐患的战斗 既然你想要鸡芒蒜皮的小事 那我就满足你吧 永次郎生气地问 你要我喝这么难喝的咖啡 到底什么意思 任牙心头一抖 说来就来嘛 任牙突然找到跪拜道歉 按照剧情发展 不应该找到机会打起来了吗 怎么突然道歉了 任牙整着一出 给永次郎也整不会了 永次郎瞪在了眼睛 难道我拿错剧本了吗 任牙去调侃永次郎说谎 咖啡只有那么难喝的话 怎么会两口就喝光呢 任牙的言下之意是 没必要为了配合我 故意找茬引发大战 永次郎脸色变了 他对家庭和睦时 一点都不感兴趣 然而任牙却说 给我和杯咖啡 喂 我的要求不靠吧 永次郎很生气 愤怒地站起身 用四根手指撕开了小云桌 永次郎不停地撕着桌子 就像再撕橘子皮一样简单 最终连木头鲜味也被他撕开了 想喝他泡的咖啡 说不定能打倒他 永次郎走出门后 任牙松了口气 等等马上冲出去 冲永次郎大喊 你关门的时候 能不能轻点 永次郎没有发飙 还是会手拜拜 然后大事就走开了 其实任牙 是任牙永次郎回来 重新把门关好 但这样的话 好像也太过分了 就这句话的人 叫柴千春 是华山区的小谜底 任牙没想到 出来逛个街街 被挑战了 而且挑战他的 他是明显实力不如他的暴走足精神小伙 柴千春两手一跳 丢到眼头 直朝任牙射去 他的拳头 对于身经白症的任牙来说 过于简单 只用一拳 任牙把他给秒了 而柴千春之所以会找任牙单挑 是因为他的偶像花山区让他这么做 而且花山区还说 报答任牙不需要理由 柴千春在地上趴了一会儿之后 才倔强的趴起来 最后继续不回处的挑衅任牙 任牙警告他 刚才是最后一次 下一次不会再手软了 柴千春暴怒是让你手下留情了 柴千春把腿飞奔 萌的悬身踢出一脚 但对于经验丰富的任牙而言 柴千春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他就算一动步的等着他飞踢 他也踢不中 任牙单手抓住他的脸 将他整个人翻转过来 柴千春暗地回身 继续朝任牙扑上去 他正要出手 任牙先一步一脚踢到他的腿上 同时在转身收腿的瞬间 再给他一个大逼动 最后这左右手交替轮返出拳 而此时柴千春还保持着 刚开始轮拳的姿势 可以说他跟任牙的速度 差了快一个次元 终于柴千春的拳头 落在任牙的脸颊上 不过就任牙的反应能力 和高速打转的表现来看 爱这一拳或许只是出于 对柴千春的愧疚 嘴上输着不会少家留情 但其实还是让了 柴千春不肯放弃 守在校外门口等着和任牙决斗 任牙爽快地打 但说后他又软下气势 我是不可能跟你打的 但刚才只是顺手跟他过了两招 不会有第二次了 柴千春表示 非要说个理由的话 那这就是你的练习 说完柴千春已经扑了上来 任牙单手脱脱的脸颊随手一扬 将他脑袋旋转半圈 这回任牙还是手下留情了 仅仅是个他史上最强的大耳挂子罢了 被甩了眼光的柴千春立刻扑到在地 任牙希望他醒了就赶紧回家 然而柴千春的脑袋里 始终回起了华神讯的话 于是睡脸下的他又开始起身热身了 听到外面有动静 任牙忍不住了 他要去教训一下那个痴汉 但柴千春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 等任牙走到门口的时候 柴千春一拳横走的踩在脸上 柴千春自行的认为 没穿好鞋的任牙 实力只有平日的十分之一 打不过百分百的任牙 难道还打不过十分之一的人牙吗 柴千春用手手夹住任牙的紧布 现在整个人拎了起来 最后夹着到脑袋往后摔 直接将他甩飞出去 任牙一屁股路在地上 滑出去好远 柴千春加速猛冲 毫不客气地踹向任牙的头 任牙觉得柴千春完完全全就是外行人 但他的战斗力很强 原来斗志就是他的战斗力 而这正好是任牙动手打架的理由 现在他又认真了 不管任牙能不能认真 柴千春都没当回事 因为不管如何 任牙都是他心目中的大怪物 柴千春主动脉筋冲向任牙 最后用力挥拳 一击上过去震动他的下颚 然而这一拳打出去之后 柴千春手指关这个掌骨直接断了 还被任牙用手背打中了脸 任牙握住拳头 只捅柴千春的肝脏 柴千春感觉内脏伸出唇里的巨疼 嗷的嚎叫一声 最后任牙用最上场的高位前回踢 踢中柴千春的脑袋 让他硬生生翻了一个跟头 任牙跨过他静止回到了房间 但对于柴千春而言 战斗还没有结束 只有其中一人认输教练才会结束 只要不承认就永远不会输 任牙准备出门买菜的时候 见地上没人才松了口气 任牙的回来的时候 柴千春再次堵在了路口 柴千春正要说开场白 就被任牙一拳作回出去 任牙很感谢 柴千春特地来给他上了一课 但是他现在详见的是 为什么不用犯马任牙的方式战斗 拜托 那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任牙断定 只有在柴千春擅长的领域 彻底击溃他 才能够心甘情愿的认输 不然就算死了 他还会上门挑战 柴千春很火大 你凭什么模仿的撩我 柴千春冲上来就要给任牙一拳 而在他猛冲上前 抡出得意的拳头之时 任牙早已看穿了他的动作 他侧身轻便跳起 探着头将体重往下压 竟逐动将脑袋冲千春的拳头砸去 结果是拳头粉碎进骨折 拳头变形了 柴千春伸腿一脚 在这一脚威力达到最大的时候 任牙逐动用正脸引上去 让他正好踹上来 事实证明还是任牙的头更铁 因为柴千春的大推骨咔的一声断了 推骨被人脸冲撞骨折 就算是意志坚韧 体能强健的柴千春 应该是怀疑人生了 任牙劝柴千春不如现在输手 令他左手也折了 但柴千春不肯 一若取胜 把弱点当武器不要命也要打 就是他这个外行人的千春流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敢拼命 他赌任牙不敢拼 柴千春喜欢用脸去迎击 坚强刚硬的拳头 用弱点去攻击对方的优势处 会对他成做打击对方的自信 用手上的右手 却迎击对方锻炼锅的腿 那么对手的自信心彻底集会 而这自证的流派 竟然把柴千春本人逼他绝境了 柴千春举起二指 他又和任牙比戳眼珠子 任牙直接聊天的同意了 但他表示 这一招其实不是千钻流 因为柴千钻不可能攻击别人的要害 不过他敢被戳眼珠 事到如今 柴千春也不能说不了 他刚硬下 任牙就出脚了 任牙脚尖踏地 全身下刀 几乎与地面平行 然后一脚踏爆地面 所以速度过快 两只鞋还按惯性 跟着他踏步往心中 任牙有眼睛顶着柴千春的手指 从他撤身掠过 最后像打水票一样 弹到了几米开位的地方 柴千春本来想 在刺到任牙眼睛之前 就收回手指 避免伤到任牙 然而他的反应速度 赶不上任牙冲刺的速度 他的手指也被冲撞过来的任牙 撞得完全骨折脱臼臼臼 任牙却觉得开心极了 他觉得这一招可以命名为 蟑螂冲刺了 事后柴千春把全国声 讲给华山群听 华山群不敢相信 他们居然玩这么大 华山群暗示柴千春 他吃水书是因为不敢牺牲眼睛 而任牙群能做到同样的事 柴千春觉得 任牙有眼睛撞下来的时候 就知道不会失明了 比如用超高的速度 把眼睛上对方的手指撞去 如果只是手指的话 应该没问题吧 那应该跟心肝线列车一样快吧 华山群看傻子一样的看着柴千春 柴千春越说越没底气 也涨慌了脸 就是啊 怎么可能会有人达到心甘心的速度啊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版本的任牙 真的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 上一回 德川吐血被送去高红叶所在的医院 他被踏出得了重病 但他赶着看负责大战不想治疗 高红叶急次劝他三思 但他仍然拒绝 他只是个嗜邪汽车人 只想看热血战斗而已 所以他满心欺魄任牙和他爸 能快点打起来 喝着酒的利海王和凯撒教练三人来到擂台 凯撒上场给大家介绍 近代拳击最大的危机 最强的敌人出现了 换句话说 利海王又在这里装逼了 凯撒现场睡得有罪有为 但他只是在强迫利海王登场 还好利海王很给他面子 没让他下不来台 被抢了风筹的利台主人安德雷很不爽 想把他赶下台 凯撒毛头一转 声称利海王来羞辱他的 安德雷无语 就这个残疾的小个子能有什么能耐 而利海王反抢他 头脑简单死之发达 这么说不打都不行了 凯撒不过是金牌制的人 还给利海王准备了一堆砖头 想让他背影徒手劈砖 但利海王觉得看劈砖有什么意思 劈人才在正道啊 这下安德雷脸更黑了 直前的杨戚手臂 一拳将三块砖劈成两半 利海王不甘示弱 大步一跨 快速下击双掌 速度很快 大家只看到他的手瞬间抬起 稍后原本粘合结实的砖块 一点点出现了力痕 到最后竟然完全粉碎 变成了个小土堆 最强氛围组凯撒大喊 好了好了 这比赛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城发布记者会上 利海王大大方方接受采访 但他没有正视比赛的记录 也不理解比赛的规则 所以记者们都觉得 他是鸡蛋碰石头 一个外号人找内号人的茬 利海王没有说 自己与轰动全球皮可战斗的事 也没有说地下竞技场 还有死球乱斗的事 被问到断腿的事 他只说是个朋友战斗师去的 可不能说皮可的事 否则这是误打文化遗产的罪了 凯撒宣布 本次比赛规则是 两个男人用拳头比谁更强 谁厉害谁就赢 回酒店后 教练认为利海王在小看冠军 小看拳击 所以要教训他一下 没等利海王同意 他拳头就急速打了出来 几乎在瞬间抽手回撤 利海王顿时鼻血喷涌 无论退休了十年的前拳击手的拳头 也就看不到 还想去挑战先一拳击手 算了算了 打包收入回家吧 教练叨到完 想伸手拿啤酒 一抬手 他发现自己的手掌不见了 手腕关节不知何时脱臼了 利海王一边道歉 一边上手把他给关节扭转过来 他只是反射性的扭断敌人的关节了 而背揍一拳 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想打算躲开 利海王表示 这一拳就当是他出手的惩罚 总之他会继续待在这里 教练凡然醒悟 是自己的小看利海王了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那自己也留下了好了 利海王在灯光和欢呼声中 飞过未来黯然落在擂台上 安德雷像疯狗一样张着就扑过来 利海王觉得所有人都在演戏 要打这也打算了 安德雷在响令了一刹那 就拔嘴的利海王身体滑布 大家都被那滑里又浮河的滑布斯 这个速度震撼到 而利海王竟然转身着角落走去 而后在围栏脚下 两手抓着威声蹲起了马步 教练破口大骂 你真是在比赛的吗 安德雷停下脚步嘲笑道 你没事吧 先让把自己窝在角落 那个是拳击里最危险的地带 采犯过来跟着骂利海王 安德雷摆好架势后 利海王放开威蓝 然后整个人身体往下沉 安德雷紧盯利海王 下一秒他却眼前一黑 因为利海王蹲下身体 用拳头折挡住了他的视线 安德雷顺手拨开利海王的束缚 但紧接着又一只拳头盖了过来 才松开利海王的右手 这下又换左手盖上来 安德雷紛着地拨开利海王的手 这次终于没有拳头盖上来了 短短的失眠后 安德雷定间一看 利海王消失了 但pink后 利海王竟在他的身侧出现 这他金金挥起了拳头 不 看似轻巧 但这一招其实是五寸镜 就是那个能直接捅穿拳头的功夫 敢说到史无前例冲击的安德雷 整个脑袋对不打得正缠不止 这是连摄像机都无法拍到的奇异画面 超强脑震荡让安德雷再记不能 利海王一战成名 财富滚滚而来 开赛热情地跟他分钱 这里有200万美金 重量20公斤 哪个箱子再给去装好 利海王答道 既然你要我拿那我就拿了 但我的前旁边为什么有双脏鞋 利海王转身出腿 一发旋风腿踢向凯撒 但他的目标只是那封墨镜而已 他早就看不惯凯撒看不清人的样子了 凯撒只有按照利海王的要求 把钱都装在箱子里恭敬地交给他 还为他喊了灰酒店的豪车 在车上 利海王想喝乌龙茶 但司机只有红茶 利海王无奈地骂道 这下豪车真是没用 名声大作的利海王有了新的对手 瞧 葛雷莎外号烟 那些烟一样成的对手 虽然上了年纪已经36岁了 但他是最接近冠军的男人 凯撒告诉利海王 葛雷莎看着墙子没什么天赋 所以你可以大胆和他打一场 利海王也觉得这人确实没有天赋 教练认为 利海王可能跟着凯撒一起疯了 他是葛雷莎的粉丝 所以他不信利海王能打败葛雷莎 就在这时 前往阿里突然来了 阿里委婉地告诉利海王 他打不过葛雷莎 因为葛雷莎变成烟上场会非常变态 而利海王的回答是 上场后 利海王感受到葛雷莎带来的压倒性的存在感 教练也很紧张 祝福他一定要活着回来 突然 葛雷莎如剑婚一般捅了上来 利海王机身压轴挡下 葛雷莎没有停顿 不断抓到发动连环锤击 左右勾拳轮流上阵 利海王反应几块 轮回抽手百臂将其防住 葛雷莎的所有攻击他都能看得见 全都可以防御 但不知为何总觉得受了内伤 看似柔软的拳套 好像藏了刀子一般的锋利 分神的利海王因为大意被一圈击倒 刀击的时候 他也在想到底怎么回事 他确信自己又打中葛雷莎 但同时他也被击中了 利海王开始回忆和反思 虽然拳套没有赤手空拳那么锐利 但拳套有额外的重量 对大脑的伤害原大于空拳 他感觉脑袋像是被巨人的手掌摇晃一样 这个任牙和皮克的拳套都不一样 突然利海王想通了 都是拳套的功劳 在裁判即将多秒接触的时候 利海王站起身准备继续站下去 然而现在的他 脑袋在持续的震荡中 他感觉周遭都在融化 他凭借知觉躲开格雷莎的攻击 跳到后方拉开的距离 不过这种惊心 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遇到了 利海王在白灵寺休息的时候 陈老师用沙带扎了在他脑袋 让他脑子不停的摇晃 看不清楚也站不稳 随后陈老师用装有豆腐的碗 展示了脑震荡的情形 他确信 利海王可能有一天会遭人全力击中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 在被鸡仔的瞬间 顺着鸡仔的方向 不断地旋转身体 简单地说 就是把中在斗上的力都卸掉 对冲着的力 就不再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 利海王用这一招 激灵独过的格雷莎的脑身挡拳 这时格雷莎也转换策略 不但加大摇晃上身的幅度 拳头也愈发的迅速猛烈 巧妻之间缩短了利海王的距离 激烈的组合拳 如强硬弹雨一般 密集都落在利海王的身上 格雷莎当阵入手的外号一般 像烟雾一样纠缠的对手 格雷莎的高强度输出 让利海王再次感觉头晕目眩 脑将好像已经彻底被摇晕了 拳凶利海王被拳击手 格雷莎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朦胧之间 利海王响起了郭海王的教导 被击中的脑震挡 如果只是空等 肯定要5到10分钟才能恢复 那段时间就只能被对手 暴打生死未卜 等不及的话 就只有去配合他 要阻止东西晃动 自却必须跟着一起摇晃 利海王瞪悟 在裁判读秒进行结束的时候 一拳砸在自己脑袋上 利海王找到了重启开关 离于大顶蹭的一些战绩 刚刺那一群的冲击 让利海王找回了感觉 眩晕停止 状态恢复 比赛继续 格丽莎有一次惊讶 她面上保持波澜不惊 两个人再处摆出战斗架势 然而在这时 第一回合的结束铃声响了 利海王希望将来给他点建议 然而只要连场上发生什么都没搞清楚 所以只好说 把你会的拳都拾出来吧 个画面说完 格丽莎就攻了过来 利海王挺身腾空夺克的攻击 利海王已经没有了先进的迷茫 他侧抬一腿 上身扭转侧头 夺克了正中脑袋的一击 同时一脚踏地 蓄力一发右勾拳爆头 格丽莎没有避开这一拳 整个人都被打懵了 利海王出招迅速 始于世之间 勾挂连环 刚猛爆裂 一连串操作下来 格丽莎根本没有还手之地 牙套就被打飞了 抬下的阿里 顺手抓住了被打飞的牙套 星云流失的猛攻 让格丽莎其实一下软了下来 格丽莎单膝跪地 整个人承受着腿胆 稍后的重整机果 小碎步跳跃缩近距离 利海王却正面贴近 用镜窜上 一手遮住他的眼睛 格丽莎并感觉 打出一发上钩拳 直冲利海王的脑袋 但利海王压低上身 转移到格丽莎身侧 躲开攻击的同时 回身挥避再次 遮挡住他的视线 忽明忽暗 让格丽莎瞬间失神 利海王上手就是一拳 赵老师说过 从斗顶上吸来的东西 那就只能防御他 因为在下面 几乎没有出水的余地 现在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利海王一脚伤的微神之上 就这微神的弹力 反身跃起 整个人全程球转 高速回旋的坠下 两人正面对上的刹那 利海王毫不可及的挥下一拳 这无限蓄力品加速的重拳 再次把格丽莎的牙套打飞出来了 被打得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格丽莎 却要求继续比赛 阿里也兴致勃勃地说 接下来才是死杀的开始 利海王打不向前 双臂轮流打出爆拳 一阵噼里啪着的猛打 利海王瞄准空隙 直接上走脑袋 下锤立国 左右开弓 然而格丽莎突然冲他当头一拳 利海王脑袋被暴击一拳 顿时投晕脑上 但紧接着 格丽莎再冲他的腹部打出重击 利海王又一次急跳 但是他刚选的半空还没有开始动作 就被格丽莎后来的拳头阻止 利海王腹部再次中拳 动作也呆住了 被打断失法的利海王被迫落地 腹枪传了阵痛 但格丽莎没有停止猛攻 一拳接着一拳朝利海王暴打 利海王只要高抬双臂和右腿防御 被逼到绝境的他 仰旗之脚 又要踢出去的架势 但他一脚踏在围绳之上 以身体为剑 反身就用弹力朝格丽莎弹射而去 是拳头 在拳头而动剑筋 精准地刺中格丽莎的脸颊 格丽莎还干脆力热地打出一起上钩拳 正中利海王的下颚 利海王被打得唾沫横飞 重脚之大 差了把脑袋给卸下来 利海王无奈 现在不能丢人 只能解除封印了 利海王握紧拳头 指甲的拳头凸起了一块 看起来像是手指勾出的形状 利海王正中打出一记秘书拳 重重了在人中上 打中这个疼痛要害 有识人夹死的杀伤力 能使人四肢麻痹完全听着行动 格丽莎顿感四肢无裂 手脚坦乱如烂泥 身子一小小地地上滑倒 这场比赛到这时真的结束了 格丽莎心甘情愿地认输 上前祝贺利海王 但利海王的心头很不是滋味 与格丽莎的潇洒坦然相比 自己最后那招密技 反倒显得下流猥琐 利海王心生愧疚 他想跟格丽莎解释 那不是拳击而是技术 利海王刚买步 突然一只手拉住他 这是世纪的顶级天才选手 波尔多 人牙活的家后就跟着敷眼睛 有点发红但没什么问题 突然他恭敬地跪下磕头 因为他的师父 无敌大蟑螂走到前面经过了 可是家里有蟑螂的话 还是尽早处理吧 家庭里出现一只蟑螂的话 这天 勇次郎找好既有史托莱 说父子之战要快了 史托莱虽然早已 聊天的更好奇 煮饭那事怎么说 史托莱目瞪口呆 我试诺在问你 会不会煮饭的问题吗 不过你竟然会煮饭 而且父子兼一切煮饭 稀松平常 该勇次郎说这话也太怪了吧 莫非勇次郎你 史托莱还没说完 削断了眼前 勇次郎收回脚严厉的质问 你该不会是想说 我变温柔了 勇次郎炸毛到头快等都竖起来了 史托莱下的汗入雨下 不敢多说 任牙逛超市的时候 总觉得父子站近在眼前 于是他来到德川家 德川告诉任牙 饭马家父子打架 在他眼里是头等大事 警察 防暴队 自卫队 都不会阻挠他们的战斗 任牙误语 这些人怎么可能阻止勇次郎啊 放心 我是他儿子 我会阻止他 请你保护好市民 别让他们卷而其中 但德川仍旧会错离 放心 我绝不会容许 任何人阻挠这场战斗 晚上 勇次郎找杜布老克 并说自己恋爱了 儿子的恋爱对象 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儿子 犯马任牙 他很感慨 父子大战就是收获的时候 再陪着这么多年的种子 可寸成长起来了 这边任牙来到了 社川老爷子的道场 上来就问老爷子 能不能搞定犯马任牙 社川之地回答不能 因为勇次郎过于强打 他连动手的念头都没有 这就是他的护身 他劝任牙放弃战斗 输给勇次郎不可耻 毕竟他那么厉害 不如堂堂正正地逃避他 原理勇次郎开启没有他的生活 但任牙拒绝而且坚称 这不是对决 而是普通的父子战 在他眼里 父子战随处可见 别人身为儿子的权利 任何人都有权反对自己的父亲 他们的父亲也有义务去接受 这才是富裕子该有的模样 任牙预感 勇次郎今晚会来 所以他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菜刚上桌 勇次郎就闪现来了 门外警卫队盯着毛侧小吾的动静 时刻做好拉响警报的准备 在士兵们严正一代的时候 勇次郎就攻进了对饭菜聚攻 任牙感觉五雷空顶 勇次郎怎么会这么有素质 看来自己真的一道 不了解这个男人 任牙话风一转 向勇次郎多吃点海带根 对身体有好处 勇次郎面不改次地打到 有防腐剂 着色剂 保鲜剂 这些化学物质 对身体应该不会有多好 但勇次郎话头一转 不过只是健康的东西 也不能说是健全 任牙震惊 没想到勇次郎 居然会这么正经有礼 又温柔优雅 一直以为他是个野人 没想到还懂餐桌礼 连鱼都吃得这么一手 任牙忍不住夸赞勇次郎 等等很想说 收拾了碗壳的任牙 一直在想怎么开口 让勇次郎洗碗 而勇次郎猜脱了他的心思 闪向他的身旁 要和他猜拳定胜负 户外的光辉 照亮任牙的心房 任牙出的是尸头 勇次郎出的是剪刀 任牙激动又懵逼 仿佛你看到勇次郎 在洗碗的样子了 而勇次郎却露出了奸笑 在任牙欣喜若狂的时候 快速伸手用剪刀夹住任牙的拳头 然后两根手指指尖发力 夹得任牙抽抽发抖 拳头硬生生地掰开了 最后勇次郎闪现出门 警告外面的警卫不要惹事 然后就不许得离开了 临走前 他跟任牙约好明天一起吃饭 任牙想了一晚上 才跳到心仪的衣服 隔天到了高档酒队的门口 任牙才发现 自己这身朝南必博的印花衬衫 还有精心搭配的时尚牛仔裤 与这里哥哥不入 任牙被这里的菜单惊到了 没想到一顿饭就这么贵 勇次郎的生活可真是奢侈呀 反马勇次郎 穿着一件华丽高档的外套现身了 勇次郎一讲到任牙就火冒三丈 训斥他不管吃什么菜都得穿西装外套 向勇次郎不仅做了发型 还穿了一件很贵的外套 虽然他还是舍不得他的老北京布鞋 还有便宜点内搭 但这件外套提搁了整体档次 勇次郎继续训斥道 你看你穿成这个样子 像个18岁的男子汉吗 任牙很委屈地道歉 并说从来没有人教过他 勇次郎忍不住雷霆咆哮 这以后整栋楼子的震动 而任牙继续顶嘴 勇次郎在他人生中 管输的只有变强这件事 从来没有礼和礼结 而他还按照要求一直在变强 所以他没道理承受勇次郎的训斥 经理生怕他来打起来 刚想打圆场 勇次郎就适与任牙坐下 吃饭期间 勇次郎一直在教任牙如何选餐 使用餐具以及摆放餐具 如果任牙没问那个问题 他们应该会一直和谐下去 任牙问勇次郎为什么要杀害母亲 勇次郎怒发冲冠 原本精心打烈的背头 恢复了往日的蓬松飘逸 他黑着脸呵斥任牙要懂得分寸 而任牙态度坚决 他表示身为将住的儿子 有权利之道理由 任牙得意洋洋地揪出勇次郎的毅力 虽然身高体型差很多 但任牙可没睡了起事 他双手交叉 绞出勇次郎的脖子 继续不知天高地高地挑衅勇次郎 勇次郎气得发狂 身后坚硬的玻璃 瞬间裂开了长城的口子 最后整栋楼都在晃动 精力被吓傻了 所有人都在摇晃 在这父子俩却丝毫毫没受影响 任牙无所谓 他认为那种招式又不管用 只能算闹着玩 任牙脑袋裂小肉不小 像脚冠一样喝了一声力症 任牙的身体条件凡事般的比之战好 刹那间 勇次郎一个跨步把腿上前 背得横拍一张之后 任牙一头塞向玻璃窗 但他没有随着玻璃窗一起落到楼下 而是两手抓住窗户的边框 回到房间内 他没想到勇次郎居然打他屁股 然而勇次郎却笑声地靠近 这四年 日夜夜都梦想和勇次郎 战斗的人牙在这一刻去犹豫了 大象逃 他根本走不了 而勇次郎竟然走上前 温柔地抓住任牙的手 你没错 不过敢勒住父亲的脖子的 你这只手有错 错的不是你 而是这只手 勇次郎扬起铁掌 用力拍打下去 任牙在最后关头抽出来 躲开了勇次郎的派掌 这么一搞 到现在勇次郎自作自受很虚内 被惹火的勇次郎 一脚踹上任牙的屁股 腹子打架 朝朝不打弱点 怎么让儿子丢人怎么来 因为这是对儿子的管教 被一脚踹斑的任牙 直接穿到后室的墙壁 来到了隔壁 而勇次郎却颇有绅士风俗地 从正门进来 还礼貌地跟客人们道歉 跟任牙一对比 他真是温柔又优雅呀 任牙弹势起身 冲刺到勇次郎的面前 当他贴近勇次郎的鼻头时 勇次郎竟然于更快的速度 单手抓住他的小脸蛋 勇次郎捏着牙的脸 正在悬空拎起 同时还优雅地对其他人说 他这是在教育儿子 任牙捏住勇次郎的手臂 双腿不停地挣扎 但勇次郎对此游人有余 在悠醒的车车都朝窗台走 勇次郎把任牙的脑袋 摁在落地窗上 接着他跟任牙一起破窗而出 在地面 紧盯九天动力的宗理大臣 瞪到了眼睛 勇次郎和任牙竟然坠多了 勇次郎抬高手臂 张开了手掌 游如一张巨子的滑翔翼 任牙想不明白 勇次郎为什么这么做 他绝不可能自杀 更不可能同归于尽 在他纠结的时候 勇次郎突然在准备着陆 走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他们急速下坠 砸扁了放在楼下的高档轿车 虽然过去听说过 勇次郎高楼坠落不死的案例 但是亲眼见到也太学患了吧 从里大臣和士兵们都惊盖了 勇次郎此时仍然紧紧抓着任牙的脸 不过任牙看起来好像失去意识了 勇次郎笑道 平日里好吃没什么用 现在来到缓冲刚刚好 勇次郎想丢垃圾一样 把任牙抛了出去 最后脱掉了他那昂贵的高级外套 饭也吃了 茶也喝了 该办事的 你还要撒娇到什么时候 这点程度就让你嗝屁了吗 任牙笑道 我动不了了 拉我起来 勇次郎伸出手 任牙竟蒙的用力 一手拉住勇次郎 而另一只小往后蹬 利用牵挤力让自己站起 同时还一般的甩在勇次郎的侧脸 在任牙感觉 勇次郎的脸就像是风吹雨打的巨炎 用手掌拍打他 他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顿时绝望涌入任牙心头 这下个玩大了 勇次郎气急败坏 一般的拍在任牙的脸上 啥时任牙整个人都被派飞出去 如同射出去的飞剑 支支砸破钢化玻璃 射进了酒店大堂 使兵们立马出动 横成一排户在酒店门口 而勇次郎抓他们走了的时候 他们毫不犹豫 撒下的就跑 勇次郎很生气 是因为任牙竟然避开他的要害攻击 竟然对我勇次郎手下留情 看不起谁呢 任牙痛得立马窜起大喊大叫 任牙痛得嗷嗷叫唤 勇次郎在自身直立的基础上 还将任牙踢到空中 加上他本人的体重 任牙本能地抓住勇次郎的手臂减轻疼痛 但勇次郎迟迟不放手 任牙被甩飞之后半跪在地 他立马调整状态拉开了鞋挡 之后动得掉起 腾空之后 任牙两团一蹬 两只臭鞋只找勇次郎飞了过去 勇次郎躲避的很及时 歪出的姿势也很帅 但此时 他左右两侧都一股脚气之风带过 这酸爽仍然无法想象 但脚气攻击只是任牙的阳空 真正的攻击是现在 他蒙得近身上肩的脚丫子 任牙想用回旋踢 给勇次郎沉重一击 然而他却一转身就看到了 勇次郎那场又黑下泥的大脸 勇次郎高举拳头 传任牙的脑袋一圈垂下 说这一次之后 任牙小脸瞬间卖了血色 而勇次郎继续踮起一脚 侧身一旋 直接抽出大肠腿和大肠臂 同时朝一个方向探身击出 血脉压制可不是开玩笑的 任牙此时就像是在腹中的胎儿 全而没有反抗的可能 这种绝望的无力感 时隔四年又体会到了 任牙被一脚踹回到自动扶梯上 被电梯带到了顶端 没想到吧 他竟然这么爱护公共设施 没把电梯弄坏 这也太温柔了吧 勇次郎来到电梯口 他觉得任牙虽然笨 但身体反应还算及时 不过接下来 他要用手边了 以前他觉得只有女人和小孩才会用 现在他觉得 用来教训二次刚刚好 勇次郎全身极显脱力 这看似弱流浮风的甩臂 一巴掌伸在任牙后背 却后肩十足 被接用的瞬间 任牙顿住了 他感受到了史无其历的冲击和疼痛 而后温柔的勇次郎 杨记手在任牙的大腿内侧狠狠劈下一片 任牙痛得不能自已 感觉痛感只冲天灵盖 让他直接窜了起来 任牙下意识往外冲刺 而勇次郎笑呵呵地跟在后面步步紧逼 被逼到绝对任牙决定赌一把 他毫不犹豫地对着勇次郎的后背 抽出一记手边 不论多么耐打怎么锻炼 皮肤被鞭打后 还是会感到疼痛 就算是勇次郎也不例外 勇次郎没有面部扭曲 但也差不多快变异了 整张连血管爆起 眼睛也冲起了通红 面部肌肉呈现死亡状 勇次郎只是把鞭打时 感受到痛都分散了 身体一动不动 但其实他一口气驱动物体所有纤维 基于全身运动的痛 来分散了皮肤的痛 为了保持高傲的面无表情的状态 勇次郎真的费了一番功夫 最后他抬起手臂 做出了一场受力的姿势 任牙被迫也摆出了攻击姿势 这时得传的楼下喊 居民们都疏散了 你们尽管痛快打吧 任牙跨不一闪 顺发打出一击刺拳 但下一秒 他被勇次郎一掌弹到墙壁 砸出一个锯坑 勇次郎知道任牙没有输出权利 所以他开始酷喊着撒娇 这一言难尽的表情 和这怪盗像是被多舍了的语气 让任牙头皮发麻 任牙放松关节肌肉 全身液化 将自己想象起来蟑螂和心感线 萌得少勇次郎扑去 勇次郎接连撞破的极道出窗 被推到了实行混凝土墙面前 但他心里爽翻了 任牙踩了那么多玻璃 竟然没有流血 可莱特的确做了很多训练 这时任牙突然闪开 提脚飞踢 一脚刺入勇次郎的喉咙 然后反身落地 再度弹到半空 双脚冲上的喉咙蒙刺 喉咙接连被攻击不说 勇次郎整个人都被垂进了 更深的墙壁 勇次郎受着一脚冲击后 接连撞成了好几面墙壁 调制号撞出的任牙 又一次冲撞过来 勇次郎非但没有露出痛苦的神色 反倒露出了爽泛滥的笑容 他想知道任牙这是从哪儿去的这招 不管是谁 他都是任牙的好师傅 勇次郎得意地扣住任牙的腰 用下半的力让上身空翻 顺带将任牙一并翻转过来 他的上身跟大腿几乎要平行了 这么逆劲的动作 果然只有他才能做到 勇次郎柔软的身体 也扔成了投射器 将扣住任牙摔了出去 任牙撞开墙壁 和着破碎的石头一起飞了出去 此时楼下有成千上万的观众 为他们父子加油喝彩助威 任牙被他们的阴朗吓到了 勇次郎更是懵逼地垮起了劈脸 而这么多观众来捧场 只为这对父子可是著名的都市传说 就算死了 他们也想看看这对父子的风采 任牙只是先麻烦 但勇次郎却轻微社恐 他紧张得大汗淋漓 于是他跳下楼跟任牙打商量 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了 任牙猜想 勇次郎是把输了丢人 所以想先撤了 毕竟他这么爱面子 勇次郎不是第一次 在这么多人面前打表演赛 但是演习的气氛让他感到陌生 任牙不想错过这个大战的机会 在全身脱离 刹那间以伸展之姿 以超高速冲刺到勇次郎面前 一拳击中他的下额 而后又快速下腰 踢中他的大腿 最后一击直冲他的脖子攻击 超高速的蟑螂飞扑之后 再步上强劲的三连机 简直天衣无缝 攻击完毕 任牙飞身后撤 与勇次郎保持了一段距离 任牙抽手的速度 快到观众们根本看不清 他们只隐隐地看出 任牙好像悬在办公中了几下 但一眨眼 夫子俩又拉开了距离 只有尘埃子慢慢地飘落 看不见招式的观众们都在猜想 到底是谁先出手 这时战况结束下 余地独步现身了 他告诉吃瓜群众 战斗早就开始了 勇次郎想起来 他确实交过任牙 斗争是不能单方面终止 只有双方都同意才能结束 被挑战的一方 出了迎击别无他法 他已经估计的 上一次为人打出血是多久了 但任牙能做到这种程度 他非常满意 见他这不痛不痒的样子 任牙很怀疑自己 是否真的打中他了 但现在他只能全力以赴 他再次开启鬼脑墙下 让自己变成一滩液体 任牙一脚踏离地面 飞身往前扑去 在蟑螂飞扑 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劲和飞锁 而这一次 勇次郎却面对他 一动不动地站着 勇次郎横在原地 根本推不动 任牙很茫然 这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勇次郎不以为然 同一个招数能对我有用吗 勇次郎起手一掌 狠狠拍在任牙的脸上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任牙就已经被投掷出去了 陈省说过 掩护逼被打到 就会流略到连对手都看不清 此时任牙涕泪横流 鼻血横飞 完全看不清此周 任牙被拍摆到十米之外的地方 还在看热闹的观众们 见勇次郎阔步走来 纷纷四下逃窜 听到他的声音 捂住眼睛的任牙 双脚尖探 挺起腰身 直接从地上窜起 将续号力的拳头弹射出去 而勇次郎侧身一躲 避开攻击 还一般是摁在任牙的脑袋上 在手上发力 将任牙的脑袋横横往下抠 勇次郎这重力一擦 让任牙痛得要死不活 在地上滚了好几个酿枪 看起来的嘟布 却在为勇次郎梦想成真而高兴 他培养出的好喵子 勇次郎勇被他更快的速度 甩出一巴掌 第三次摁住他的脑袋 在下午的任牙没有反击之力 又被打飞了出去 但任牙游心在战 于是站起身 必须喷涌入住 他干脆读住鼻孔 一口气喷 任牙刚才的飙血 怎么这么快就止住了 因为斗智是最好的止血剂 强烈的斗智 会驱使脑部促进肾上腺素分泌 达到止血的效果 因此有优秀的教练 故意挑衅选手提升其斗智 任牙登机起跳 竟直冲永死郎飞扑过来 落地的瞬间 压地上身冲上悬出一脚 这次瞄准的是雄性的弱点 任牙游心用更大的拳头 截住他的脚掌 并顺手扣住任牙的足弓 这一击足疗 让任牙绷不住了 任牙收回脚掌 悬伸起跳 一脚冲向永死郎的头 但永死郎只是轻轻抬一手 就拦下去的攻击 任牙不甘心的甩出一发勾拳 然而他的拳头 没有完全送去了 就被永死郎一掌拿捏住了 任牙毫不迟疑地给出下段回踢 而永死郎不动声色地伸出全场 死平八稳地接触了任牙的所有攻击 一连转的攻守 较量快地只剩下了餐饮 吃瓜群众什么都看不到 只能听到噼里啪哩的大圈声音 只有酒精战斗的高手独播 才能勉强跟上他们的节奏 独播很开心 任牙只小的真享福 还有他老子陪他尽情玩耍 真是羡煞旁人 但严格来说 除了任牙 永死郎也没别的儿子能陪他玩了 任牙手脚并用攻势很猛 而永死郎竟然一动不动站在那里 快打运轮后 任牙拉开距离 以为未尽地看着永死郎 德川和首相坐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他们 德川心满意足 得亏警卫部队都在维持秩序 终于有好戏看了 永死郎的表情比德川还要满足享受 任牙这一串流畅有杀伤力的攻击 让他热血被蹬 他控制不住地颤抖 而此时任牙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他抬高手臂 又猛的下滑手臂 拳头一上一下正好扣出头部 而后身体下压 两脚猛大地面 以左右称护卫之势 这是他自创的三角龙拳 他相信 凭借那个人的势力 他一定能够看到 永死郎嗨的不行 和永死郎一样兴奋的 还被任牙察觉到气息的匹克 咱们都在等待任牙 接下来会怎么做 片刻 任牙身后已经出现了 拒绝入圣的三角龙 由于任牙的意志过于强大 这在想象过于投入 把三角龙的威严 展示得淋漓尽致 所以就算是普通民众 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渐渐地 任牙的肉身 隐藏在三角龙的幻想之中 到这里 他已经差不多能让幻想具现化了 瞧的是 反马永死郎本人是恐龙控 他迷恋恐龙 想要这种强强的生物一绝高下 而现在 生物风食的遗憾 被亲爱的儿子填补了 在他眼前的是 被他大几十几百倍的梦中擒手 永死郎做好狩猎准备后 与三角龙合体的任牙 全力冲刺向前 任牙这一把三角龙拳 竟把永死郎一路推开 永死郎顶住冲锋 试图踩不地面刹车 但任牙来势汹汹 根本不给他停歇的机会 他划过路面 被抛开两条深深的刀 永死郎被他逼得连连后退 已经被推到了十几米开外的地方 挡住他们去路的车子 被他们推得完全平衡了过去 稍后车子被完全玩怪了 车轮散架 车窗破裂 正让车子被撞翻了 这么强的能力 不去推涂都可惜了 永死郎有点意外 任牙竟然用不到一米T的身高 不到70公斤的体重 就把自己推得连连后退 确实是他表扬 不过他表示 任牙这气势 旁边的向心圈还是太嫩了 终究只是在形状上下功夫 简单说 这只是模仿 说完 永死郎双臂越过头顶扣在一起 十根手指向外扩散 犹如张开的花苞 这不是花手吗 任牙想看出名堂 就被永死郎殉道 永死郎捏紧拳头 蒙力往下一挥 顿时他全身的肌肉都蹦紧 竟只把衣服崩烂了 清脆的撕裂声 让大伙围之一阵 这暴衣的姿势和气势也太帅了吧 相近的气浪冲飞出去 让宰致的人都感受到了冲击 任牙这才明白 这就是以泛马永死郎为原形的向心圈 这时 吃瓜群众在看到永死郎的鬼背 这盘结胶色的肌肉 如同一场阴森可怖的龟脸 任牙不得不承认 确实是这样 永死郎迈不跨腿 又陡然后撤 扭腰拳背带来更快的速度 和更大的冲击 他向着虚空直指挥了一拳 气浪凝成一团 如炮弹发射一般 直冲任牙的面门 他在脸上顿时出现了被揍的伤口 周遭的观众感受到一阵枪风 永死郎进行抬脚 踢出一发气势庞博的高位前回踢 没理由震撼的弧度 让任牙目不转睛 可出身是一样气浪实体化了 气浪明明是看不见的东西 但这一刻 却让视觉准确补助到了 就像激素声控的烟花 大家都看傻眼了 紧接着永死郎被腐射 摁底 一拳落在坚硬的地面上 他难道也能麻醉地球吗 地面震动 挡出一圈气浪 任牙承认 这种向心圈的形态 才是最自然完美的 永死郎显摆道 我又没有帅乍天 任牙表示 你的硬拳 肌肉还有敏捷 都跟泛麻永死郎一模一样 泛麻永死郎扮演的泛麻永死郎 当然是完美的 永死郎满心欢喜地听着儿子的夸赞 然而 任牙却扫兴地说出了但是 他认为战斗形态的优点 从来不在于表面 任牙竟然戴着这么多人的面 跟永死郎抬杠 德春生怕被武伤 害怕得瑟瑟发抖 而永死郎焦急地问 那到底是什么 两个人同时奔向对方 突然 任牙急速地向拳头往回一收 而永死郎居然瞬间弯腰脑袋往下扑 眼看就有狗啃尼了 世界第一的面子还要不要了 永死郎紧抽出右腿 一跤往前 在两只脚的支撑下 刺得连才没有狼狈地砸在地上 这就是偶像包袱刺激之下 巨型的力量嘛 大家茫然 怎么了怎么了 这个当地的好像跌倒了 独不解大致一惊 这个小鬼的18岁 就达到这种水准了嘛 永死郎虽然觉得倒下而点丢人 他没想到 任牙竟然会想到 用大脑命令身体的0.5秒间隙来获取优势 对此 他也必须好好奖励一下这个乖儿子 任牙觉得永死郎疯了 任牙怒了 开什么玩笑 任牙觉得老爸脑子坏掉了 而永死郎就觉得 只是摸摸头而已 儿子做得好 当然要表扬啊 永死郎说完 任牙那不争气的眼泪 已经滴滴答答掉下来了 而永死郎还在说 任牙一方面渴望得到父爱 一方面抗拒永死郎 永死郎突然这么温柔地表现 父爱上的机器不适应 而永死郎仍旧温柔地劝他过来 现在他只想摸头杀 任牙反驳了两句 但胸口开始刺痛 这难道是什么神奇的战术吗 不 这是临床上说的心碎综合症 渴望父爱的孩子在面对父爱的关怀时 却表现得胆战心惊惶惶不安 不敢光明睁大地去接受父爱 这是何其悲哀的事情 看到这一幕 独播和德川都渗然落泪 任牙的眼泪止不住得了 他渴望被父亲称赞 这种事在他18年的人生中都不曾有过 现在突然出现实在很不习惯 任牙感觉那些手就是无语伦比的诱惑力 他真的很想被永死郎摸摸头 但最后他躲开了 这是要看哪一方会赢的战斗 试看谁比较强的比赛 这种事还是比弯再说吧 这任牙不领情 永死郎只好换个话题 那就让你体验一下强的本质吧 再回神 永死郎已经在他身边抓住的手臂了 任牙使出全力 想要争夺永死郎炙热的怀抱 但肩膀像是被怪力抠住完全动不了 什么叫强呢 就是虽然你拒绝被我摸头 但我可以枪行摸你的头 任牙的臂膀会被拎断 发出了痛苦的号角 是跟猥琐男当即猥胁少年有什么区别 被永死郎单手悬空抱起的任牙不停挣扎 踢腿打拳会找物所不用其极 但依然无法摆脱永死郎的控制 所以的强就是让人实现愿望的力量 只要够强就可以为所欲为 可以想摸谁的头就摸谁的头 就像没人敢对犯骂永死郎不劲一样 被侮辱的任牙已经把这种本质刻在心里了 永死郎像拎着小奶狗一样游缩在他脑袋 永死郎的冷嘲热防让任牙痛苦不堪 恼羞沉沉沉的他脑袋用力往上顶 正在朝上踢腿 突然永死郎掰住他的脸蛋让他朝向一侧 正好让他的腿踢中了他的鼻子 可怜任牙鼻血喷涌 而永死郎竟然伸出食指 沾满了筋血 似乎放进嘴里享受的损息 如果不能随心所欲 那就说明还不够强 永死郎抓住任牙的臂膀 而后旋动下身蓄力将他往外抛 任牙顿时变成了高速旋转的陀螺 任牙拍陀螺旋转了几十圈后 转速才慢下来 当任牙的脚尖能触碰到地面后 优雅完美的落地 让吃瓜群众惊叹不已 任牙刚摆后下身 突然永死郎抱着出一脚 郑重任牙的下腹 吹得他再次飞上天 直到十几米外走普通落地 都不慌了 永死郎 那个是你亲儿子呀 你想玩死他吗 任牙被永死郎一脚踹飞 重重落地 骨肉冲碰地面发出闷响 然而永死郎却闪现在他面前 还用脚尖勾起在他下巴 任牙吃惊的瞪大眼 永死郎用脚尖用力往上钩 竟然用一脚朝天踢 像是拔罗布一样 把任牙整个人拔起往上踢 任牙止空片刻 身体开始往下坠 而刚落到与永死郎同高的时候 永死郎一体港拳 快速击中他的腹部 刹那 大家再看到任牙时 他已经痛苦地倒在地上 无法动弹了 等过这次痛苦的被打经历 任牙已经明白了什么叫做强 忍耐和克制自己并不会变强 这是不够强的借口 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也就是不够强 经历身体心理的双重打击 任牙里反抗的力量都没有了 永死郎的想 是该用拳突还是脚来结束这场战斗 突然匹克闯入了战场 永死郎都是很有兴趣和匹克叫手 然而原本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任牙 居然强忍难手腾空跃起 胖揍了匹克一拳 把他在尖牙揍掉了几颗 匹克很生气 表情很愤怒 但任牙的衍生比他更犀利 匹克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只能能猜到自己应该是被骂了 自然且不成文的规定 双方对他的时候禁止其他人搅局 他没有遵守这个绝对法则 所以失去了牙齿 被任牙训斥中的匹克安静地转过身 莫不作声地蹲在地上 进入待机看行模式 永死郎但是很累 看到两位猛男为他争风吃醋的样子 不过要不是匹克突然出现 这场宴会早就结束了 任牙预感 永死郎会逛过来 便做好了跨步前中的准备 但是在他知道之前 永死郎就已经知道他会知道了 他预判了任牙的预判 任牙原本想利用那0.5秒的间隙 对永死郎发动猛攻 但是永死郎比那0.5秒更快 最终要任牙倒下了 但永死郎知道这都是任牙装的 但猛的一抬脚用力往下踏 任牙蹭地挪开位置坐起 永死郎对他后脑勺踢出一笑 被大家以为会被扫腿击腹的人牙 在永死郎横扫过来的时候 就逃到了围的地方 任牙寻死 要是我能赢我早就赢了 永死郎跟他一样双手插斗 任牙在向他挑战 开始一心最快拔拳 见识 枪师们都喜欢这么干 就连同次人的龙叔文也喜欢这么做 但不论是哪种惊心 永死郎都非常自信 每个人从想到落实 都会有发动讯号的0.5秒时间 而现在他们比的就是 谁能更快捕捉到对方的讯号 任牙双手是在口袋里四肌而动 然而永死郎就抬手 没有必要等才决定攻击前半秒了 他会在攻击的75秒开始倒数 当手指握成拳头就会开始攻击 永死郎为任牙准备好了呗 任牙一脸懵 准备啥呀 我根本就没答应 但永死郎已经在倒数了 任牙只要让身体蹲下 让双手顺势抽出口袋 永死郎大喝一声 黄满就在靠近任牙 就在靠近任牙侧脸的时候 打出一拳 没想到吧 永死郎也会寸进 任牙身体悬空急就被打出去了 但这不代表他输了 任牙抬脚下押 狠狠扎入永死郎的肩颈 然后在下尾腿往上踢 正中永死郎下颚 这正是模仿 虎恶磨牙动作的秘笈虎王 永死郎被任牙摁住手臂 接着任牙翻身 将来摁倒在地 快看 老父亲白儿子摁在地上打了 原本高高在上的永死郎 现在却被牵制在地 这种反差让观众们大惊失策 任牙使劲掰着永死郎的手臂 他相信永死郎不可能 现在结束这场战斗 就凭他这种永死郎 他不可能输 奥里巴和皮克独步 都觉得任牙大意了 正如他所说 他的老爸不可能这么弱 这时 永死郎右手摆出了OK的手势 接着他抬起手 任牙紧紧抱着两只手臂 腰瘦了 这是什么逆天姿势呀 两根手臂竟然跟地面垂直了 有境地势 普通人千万不要尝试这个姿势 任牙不解 就算这样又能干什么呢 突然永死郎的拳头直插地面 小臂几乎完全没入柏油路 在这瞬间 他扭腰转背 手臂再度向地下发力 同时抡起拳头 拳头在另一段冲出地面 利用转背 让身体转动半周 一拳直中任牙的腹部 怎么可能在打穿地面后 毫不减速地 从另一个地方打出拳头啊 这是只有永死郎 才能做到的事情吧 被打飞的人牙 产微微地站起来 裤子下流出的尿液 任牙真的被打尿了 任牙此时并没有羞娶而是骄傲 他横自豪有这么强大的父亲 但同时他下定决心 他会不择手中的取胜 任牙跳步腾空 拔准距离后 拔腿化圆 一发高位前提 直冲永死郎脑袋而去 永死郎定身偏头夺过了一击 而任牙也不死心 手指的瞬间已经射出另一只脚 将这一招不顶用 任牙俯身下轻 打了个转后一脚逼下 而永死郎只是看西眼地看着他 在脚还没落下之时 他用同样的招数 但更快的速度将任牙踢飞出去 这边 永死郎已经收拾 单脚深蹲游刃有余 另一头 任牙被踢飞后翻过到机密外 几番减速也单脚深蹲落地 任牙并因为永死郎要骂他 然而永死郎却分外的温柔 任牙很震惊 其他人都明白 永死郎且结束这场战斗了 永死郎抬起手露出了鬼背 这次的鬼背就像哭脸一样 大家都为任牙逆了把汗 说完 永死郎高速巡身 被牵引的气流形成了巨大的旋转盘面 飓风伴随着他的手臂直接任牙 任牙被作妃撞到了一旁的车上 在这短短的瞬间 他想到了母亲的话 让你父亲开心 为了实现母亲的医院和父亲的希望 他必须活下去 而且要接下所有攻击活下去 然而他刚落地 永死郎就一拳贯穿过来 连带着他身后的面包车都被打穿了 任牙口水乱流失去历史 同一时间 考古教授在金字塔地里 发现了一些神奇的壁画 画上的人后背上有一张恶魔的脸 而另一幅画上 这个人身边画着熟知不尽的尖锐武器 这些武器证明 画中的人万分强大 其他人不得不准备这么多武器来抵抗他 难道这幅古老的壁画和犯马之邪有关吗 永死郎自杀的疯狂地殴打任牙 一拳又一拳地暴击 把车子完全坠毁 任牙被打得屁滚尿流 上衣完全打烂了 他深刻体会到了永死郎的强大 就算是出一切奔灵 他也不可能赢 这时任牙的鬼脑再度开启 他感觉后背很痒 鬼背就要出现了 这时在他们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气势强烈的幻影 这个扎扎马尾身材比永死郎魁梧的大爷 就是犯马永死郎的老爸 也就是犯马任牙的爷爷 犯马永一郎 他好像很高兴 儿子和儿子打打架 但他只留下一句话就走了 刘川看到永恶狼的鬼疯口 全身持不住的颤抖 永一郎也是传奇人物 二战冲绳战役期间 美军冲一座孤岛发射了一千多顿炸药 因为犯马永一郎就在那座岛上 轮番轰炸后 小岛都变形了 但永一郎还好顿顿的活着 排除一堆士兵也被团灭了 海军陆战队颜面扫地 詹姆士少将请求最高指挥官麦卡瑟 拼让他们使用原子弹轰炸 但因为已经投降 所以詹姆士没被批准 攻击小子的事就算了 然而在海军撤离前一天晚上 詹姆士的尸体深深地插入甲板里 这是永一郎的杰作 船员都跑到甲板上看稀奇 但永一郎没有杀完就走 他的再次出现 让两千多名船员惊慌失措 纷纷抛弃了战舰跳水离开了 所以后来人们都说永一郎打败了美国 当时永一郎用了招数时 他的得意技礼服 永一郎也想试试这一招 他一脚把任牙踢起 还没反应过来的任牙 脑袋下心的瞬间 被永一郎抓住了脚腕 任牙怒吼一上场逃走 然而永一郎抓住他的脚 把他像双截棍一样上下摔打 永一郎手肘加任牙的脑袋 这气势就是脱脱的双截棍啊 永一郎手持任牙牌双截棍 畅快地打了一通 高速旋转下的离心力 导致血液冲进大脑 任牙蹊脚流血 大量的血液流进眼球 让他出现了血势 看什么都一片通红 缭乱的棍乏吓到了观众们 煞时方圆一百米内 结果所有人都跑光了 永一郎前后左右严丝合缝地摔打 手术快到全是残影 呼呼的风声让人毛骨悚然 而任牙被摔打废物的残影 已经变成了他上半身透明的礼服 这就是这招名为礼服的缘由 永一郎停下动作 将任牙绑在身后 用手指和腰夹住他的头 就像真正的双截棍被挂在身上一样 任牙双目无神 而永一郎却给他下到了新的命令 而他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他要把任牙派双截棍当武器 狠狠敲打旁边这辆拦路的汽车 永一郎举起任牙 此刻任牙只是他的双截棍 儿子就是他的武器 虽然看起来像虐待 但永一郎很骄傲 任牙能为他这么玩 这是他在向世人宣告 泛马之血的强打 摔打中任牙也居行了 他意识到自己天生就有这种能力 就算被永次郎当双截棍摔打 他也能完美保护自己 将任牙持续恢复还活得好好的 永次郎十分欣慰 但任牙一直牵他的手不放 任牙递给他一只机械零件做的小任偶 说是抱着他一直以来的礼物 永次郎一看大致一惊 这是任牙刚才被甩来甩去时抽空做出来的 难怪他总觉得 打在任牙身上的力也没有全部打出去 永次郎一边说 一般把任偶收进裤带 稍后他在注意到任牙说的一昧接受的旋外之音 永次郎气急败坏 一番扫地射向了任牙 而任牙回身空翻躲开了他的攻击 也就是说任牙已经重振信心 决心拿下永次郎了 面对这样的挑衅 永次郎怒发冲冠 向任牙发去冲刺 而任牙鬼脑灵光一闪 以更快的速度一脚踹上永次郎的脸 永次郎斜末横飞 被打出几米才停下 刚站定 任牙就冲上了补雷一脚 正中他的咽喉 大家彻底撒痒 任牙的鬼脑已经开放在这种程度了嘛 速度和信息接受速度是以前的好几倍吧 而永次郎却沉浸的喜悦之中 无敌的他站在顶峰 孤独寂寞冷 虽然有一身惊人的力量 名誉 金钱 女人唾手可得 但他很寂寞 因为他根本找不着对手 而现在终于有一个不错的玩具了 任牙手脚并用 连续暴打永次郎 比永次郎还快的速度和打击准心 让任牙信心倍增 他骄傲的昂起头 挑衅的冲永次郎白手 永次郎抬腿下劈 却被速度更快的任牙踢中西窝 随后任牙用同样的招数 淋漓皮空下斩 将他踢翻在地 这就是任牙的爱好 用对手擅长的招数摧毁他的自尊心 但永次郎并没有受伤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纵身跳起 与任牙面对面站立 任牙鬼脑大开 周身冒出蓝光 这场战斗 让任牙的鬼脑再度进化 打通他的任督二脉 现在他会好好回报这个教育中的老父亲 任牙开启想象力全身叶化 头发的立起来了 最后小步冲刺 给了老父亲拳了一拳 永次郎被任牙的礼物感动 他快要被爽翻了 过去他周游世界寻找能满足他的对手 但结果只有无聊 而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梦想中的对手 这个对手不仅在他家 还是他的一部分 而任牙却说 永次郎是他的玩具 得到玩具的小孩会把玩具玩坏为止 也就是说他会把永次郎玩死 听到这一话 永次郎更兴奋了 父子战术闹嗑的时候 少将家而留绘画 少将觉得他们俩好无聊 打几拳就逼逼赖了半天 踢几脚就婆婆妈妈 要打就打 父子就听起来 干嘛有打架培养感情 这也太无聊了吧 任牙表示 我们是父子当然会闹嗑 而且这个游戏只有我们父子俩玩 这么多致命招 一般人根本挺不住好吧 任牙知道 少将先让他们回想起父子热爱而停止战斗 他都不知道 打架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 正说着永次郎突然偷袭 任牙警惕地闪身 尸指摁在他的手腕之上 而后借尽实力将他往另一侧带 永次郎失去重心 煞事扶空倒下 这是何气道 永次郎坠身空翻之时 一脚上蹿 一记倒挂金钩重重披下 任牙双臂交叉抵抗 重力挤压让脚陷进了两道大坑 任牙勾腿上踢 用脚趾揪住两次郎的头发 竟他往下一带 烈害王可能都得知乎内行 下水中的永次郎猛吹地面 稳住了身形 刹那 永次郎弹腿而出 一只手任牙攻去 任牙下意识抱住了 差点晚的上身贯穿的大肠腿 没时的老父亲 竟然能翘起一只脚 将他这样挂着 不过这么看 任牙还没有永次郎腿长的 怎么回事 片刻 永次郎甩开脚 叫任牙甩飞 飞出去的任牙 小步紧速地停了下来 回头时 永次郎告诉烧将 这是烧将和任牙 吃进口前 永次郎嘱吐的话 烧将担心永次郎怀疑他没有做到 但永次郎却说 不管有没有 反正任牙变强了 他都必要感谢他 说完 永次郎和任牙一起 去烧将离场 因为他们的较量还没完 烧将并不打算走 可没等他说完 傅子俩就打起来了 傅子俩拳脚相下 较量进行了数个小时 一拳一脚使均力敌 根本谈不上谁压制谁 任牙腾空跳到永次郎肩上 最后扭转头部 让永次郎的头跟着旋转 这就是专攻断脊椎的转链滑 烈海王再次直呼内行啊 永次郎的身体个头 顺着任牙旋转 用手臂的力抵下了旋转的伤害 轻轻松松化 接下来招说 当初杰克是这样 破解了任牙的转链滑 反马这些不准的杰克都能破解 作为老发现的永次郎 没理由不会 看他们战斗的观众 突然意识到 这父子俩其实关系非常好 全世界的父子 都应该以他们为旁样 任牙齐在永次郎身上 鸡蛋马 此刻他们都没有遗憾了 演会到了尾声 任牙翻身落地 抱着永次郎的腰部 即往后摔 永次郎后脑着地 就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他单手战起 任牙盲目的地上前哼斥两拳 接着是正中胸腹的一脚 永次郎保持笑脸 对任牙的耳朵锯起了双手 这一招对了姜猪也用过 萌的拍打之下 任牙在脸颊被打得通红 耳膜破裂 耳道喷出血液 试过这招的也就过海荒还活着了 只是在告诉任牙 这场较量并非只有和睦融洽 最终必须分出胜负 永次郎怠度拍掌 把任牙整张脸都拍变形了 随后他放下任牙 再从小就教导任牙 要把拳头当成武器 直到现在任牙也牢记着 两个人蓄力朝彼此猛冲 互相揍拳头 劈里巴拉一顿火候 连二连上冒出了白烟 扑子俩扭转身体 持续不停地送拳 就在这时 如果受热的人挤到了第一排 他跪在地上做出了祈祷状 扑子俩热血拨命 打得有来有回 大家都没想到 任牙竟然和永次郎始军力敌 扑子俩持续不动地挥拳 挥拳速度快到只剩餐饮 红声四级 打出刺眼的白光 观众们认认真真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击倒 永次郎承站在弱小的民众面前 对抗强大的军方 而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善良 而是因为军方是强大的一方 他要找强者较量 大家将他放在神圣的位置 也是因为他总站在强者的对面 在大家眼里 他就是天使 考古教室这边 他们发现了一幅壁画 这幅上 连个体型不同的人正在打架 他们才想 这或许是父子关系 后面的人是谁不清楚 但看起来 他们很高兴 他得让对决 与此同时 华山勋和小弟柴千针 在人群中不停前进 寻找最佳观看位置 这不就是壁画中 看热闹的观众吗 这壁画还真是越看越神了 可是华山勋快度这么大 后面的人还怎么看呢 华山勋嘴上说着不会往前面走 但身体很诚实地 突破重拳人群 走到了第一排 任牙和勇四郎 互务持续不停 观众们越靠越近 圈子围得越来越小了 全国各界的人 也都看到这场父子大战 观众中最心动的人 当初杰克犯骂了 渐渐地 勇四郎张开了手掌 但任牙依旧没有停下 一拳一拳地 揍在勇四郎脸上 时间差不多了 勇四郎一把抱住任牙 随后 他双手交叉猛的用力 任牙肋骨被勒断后 在他松开了怀抱 华神勋迹的这一幕跟五年前一样 但不同的是任牙并没有死 只是周身多处骨折了 不过到这就行了 因为这场较量 已经有结果了 勇四郎转身离开 观众们加道感谢 这个男人真是太温柔了 而任牙却用意念幻影 踹了勇四郎一脚 接着任牙的斗志幻影 竟然又开打了 但勇四郎没有还手 他让任牙停下 随后开始用想象 在手中切幻影豆腐 做出了一碗味噌汤 这里有想象出的筷子 朱子还有汤 如任牙详细的那样 汤有点咸 勇四郎不以为然 听吧 任牙直接掀翻了朱子 勇四郎急忙接住 却发现手上什么都没有了 而任牙反倒说 勇四郎很生气 但专业又变成了一副笑脸 独步再在震惊 勇四郎竟然成认说谎了 而勇四郎承认得不止这点 他认为体悟到强本质的任牙 已经到了强的地步 所以他认可他了 顿时全场欢呼 任牙的耳膜破裂 并没有对到勇四郎的话 他表示胜利哲是最后站在高中的那个 所以勇四郎回头看着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了 因此他坦然地承认 但此时与勇四郎认可的他 已经成了当之污愧的 世上最强的人 素人都在欢呼 德春激动地跑到他面前 勇四郎扫了一眼 德春的病情又改善 又是个好消息 这场震撼世界的负责大战 终于在此时落下了帷幕